這個遊戲是史聽上面下載的DEMO版 叫做被遺忘的原諒 嗯?遺忘 被遺忘的人詞 什麼意思啊?不懂 不知道多長啊 QE4玩看看如果太爛 也沒關係反正是DEMO嘛 他們殺了我們 虐待我們 把我們的小孩 在我們的眼前都殺光 然後尖了我們的女人 沒有任何的仁慈之心 這是聖經的一頁還是什麼 好像有點黑耶 死人告訴...死人沒辦法跟我們說故事 死人不會咬人 死亡是一個偉大的進程 我翻錯了嗎? 這死人喔?這什麼啊? 復仇! 恩? 欸?開始玩了 啊我就是 遊戲的一開始的空間怎麼這麼懸啊 我就是剛剛照鏡子那個爛臉的傢伙 死事是不是 跳不行 可以跑 蹲 不能蹲 沒有光 沒有光? 恩? 我走過去才會亮啊 哇靠這個... 這個景深好糟喔 不過這是DEMO 還不會太影響遊戲進行 我需要...我需要忍獸 嗚嗚 這邊咧? 那邊有人在抓門欸 抓殺小 畫不見喔 原諒那些虐待 折磨你的人 原諒迫害你的人 就是你的錯 所以你就繼續受苦受難吧 這樣子喔 讓我們以牙還牙就對了 欸幹這UV是...這材質做得好棒喔 會不會LAG啊? 不會耶! 怎麼可能 應該是這邊場景的東西比較少吧 好喜歡這個感覺喔 這種緊緊壓迫的 髒髒的 這人偶好像在以前一個遊戲看過 先把門關起來 會不會動起來嗎? 我走到... 還沒有完成黑色 會在他們死亡之後開始 沒有鏡頭 你會看到一樣的人 死亡很多次 以不同的方式 繼續的... 繼續的死亡 女人的尖叫 還有孩子的身體 我還沒看完欸 沒有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 真正的語言 那個就像他魔物獵人那樣子 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 然後他說的有點像是... 預言之類的 寓意 不是真正的有意思的東西 那太帥了吧 我能不能碰他一下 不行欸 那太帥了吧 要我跟著光走嗎 要我跟著光走嗎 欸到底要幹嘛 講話 啊 我剛剛如果直接往前衝 我覺得我應該也看不到東西喔 太黑了 欸 這邊不是有站門嗎 一門一天空 開始LAG了喔 由於是開始要炸裂了喔 要有信心跟著光走 我剛剛是跟著光走啊 如果我剛剛直接衝過去 就是不跟光走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嗯... 哇 就這站可以開吧 哇靠 嗯... 視覺享受 視覺享受 都被掉下來 把眼珠掉起來 吃掉他的心臟 喝他的血 死亡四個朋友 這什麼意思啊 這遊戲的故事一開始有沒有講啊 這遊戲的故事好像是主角為了復仇 但是不知為何而復仇 什麼東西啊 我在空曠出感覺好...好驚恐喔 剛剛什麼東西噼噼噼噼噼 直走看看 紅色應該就是有危險的地方啊 我錯了 我錯了 這裡咧 這裡咧 我覺得這邊會換場景欸 我還是想要去紅紅那一片看看 就是他媽不怕死 粉著實驗的精神 衝進怪物的嘴巴裡 像滑滑場景路那個小屋 我幹 記得很清楚喔 還是說這有兩條路啊 不安於事 欸眼睛欸 撿到寶了撿到寶了 我把這個東西留在...為了你留下 他會保護你 嗯? 那我到底要不要進房子啊 我好像回來了欸 開不開囉 每一賽門都是一個器官 超小 居病毒 哇 開個燈啊 嗯? 這什麼光源啊? 光源是壞掉了嗎? 我覺得這個遊戲雖然沒有講很明白的故事 但是 這些場景這些路在走的時候 讓我覺得好有趣喔 他需要一個好的 劇本 啊這隻殺小 跳起來 跳起來 欸沒有 超小 進帳欸 我不知道我收集這些東西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的目標 出去了 這怎麼撿啊 撿啊 幹 應該是這樣子嗎 F 換地方 這邊都沒有什麼效能問題欸 怎麼做得這麼棒啊 超現實喔 心臟點不到 我按1了 我按1了 這音樂是有一段一段重複播放欸 音樂還沒處理好 現在我耳朵快壞掉了 小聲一點好了 咻 走 小聲門在後面欸 穿上你最愛的人皮 金寶幫 呵呵 呵呵 都不操 啊 這邊沒什麼東西要撿啊 還是說走過來之後再換地方呢 我換了 F 呃 好像不是 我要進到房間裡面換啊 我懂了我懂了 這一間 幹 因為在明亮的客廳那邊 這邊的房間是進不去的 遵守 遵從指令 噁心死了 他一定會站起來 不行不行不行 嗨 站起來 嚇我一下 呦 再來是這間 呦 士兵 被抓被俘虜 這邊房間好像都沒有拿到什麼重要的道具 蛤 我進來了 牆壁在那個有夠噁心 好像蟲蟲堆在一起一樣啊 我..我再往 後面走一點 換位置 就換進了陷阱房這邊啊 這邊是利用 走上的道具換場景 然後 空間換這樣 幹這好恐怖 我會不會被 我會不會被鋸啊 找到方法開這扇門 那... 應該是要碰吧 那...我再換一次 呦 喔 喔 阿過來了 欸不對這是哪裡 真的喔 喔幹 軍隊殺死了我們 講什麼 那個人在動欸 嗯 喂 這demo好像有點長欸 完全是視覺饗宴 響石天堂 怎麼死啦 這是大爆射 把整面牆都 噴滿 然後 噴到招了自己的血 欸 怎麼黑畫面了 這是他們一家人啊 我就是那個 遺留下來的男孩子 好像是這樣 他一直在寫一些 復仇的宣言 他全家可能是被軍隊殺死 他沒有死 但是他想要復仇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房間 都是他的童年啊 還有他被虐待時候的情形啊 像那個尖椅子啊 那他要是用什麼方法復仇 改造 改造自己 還是用邪惡力量 還是什麼東西 火源怎麼有點肉 火源怎麼有點肉 要死我們就一起死在這個房間裡 可以拿掉嗎 怎麼好像四角獸啊 嗯 死掉了家人嗎 威廉在這裡 蛤 蛤 這在玩什麼啊 為什麼 我手怎麼對不准他啊 我要發零丸 但是 超難發的呢 他怎麼突然在打怪啊 怎麼要跑啊 他叫我安住攻擊 攻擊他 有沒有你看 什麼 媽的 這膽小鬼才要跑 我手上有惡魔屁眼喔 我還管他去死喔 集中力量給他噴出去就對了 而且為何要打怪啊 這是他的心魔嗎 有兩條路欸 這邊比較有意思 車子 車子在路中間出了車禍 5 4178 看一下這個故事啊 寫什麼 他家有兩個女孩 媽媽都不理他們 老爸試著救其中一個女孩 從他媽媽手裡 但是老爸被 俘虜 然後死了 過了幾年後 女孩自己逃脫了 他有了新的家庭 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你的計畫中 結果他們全部都死在了 戰爭裡 這什麼垃圾東西啊 他這就講明了 這整個遊戲 目前我們知道的故事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誰勒 是他們家遺留的小孩子嗎 這是一個悲慘家族的故事啊 可憐 你出去再說吧 玩這個遊戲的人也蠻可憐的 欸 為什麼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擁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就算小孩子 也沒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之類的 沒有勒 我覺得這個遊戲喔 我們從頭好好的講 我們不要講太亂 他的畫面 他UV是做的嘛 他整個 那種獵奇的風格都有出現 你玩的時候 因為他並沒有 邊玩邊描述太多劇情 所以你會玩得很 很混亂 但是在最後這個關卡這邊的時候 他就 有跟你講 基本的故事流程是什麼 感謝你的遊玩 這個遊戲還在AVA階段 會有很多的改造 還有加強 在完整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這遊戲畫面其實蠻屌的 這遊戲畫面其實蠻屌的 但是故事如果能夠再說清楚一點的話 我就更喜歡了 唉唷這邊啦 我直接衝過去那個紅紅的 紅色 亮起來之後看會怎麼樣 這邊我就不退了 我看前面到底是什麼鬼啊 我看不見了 好黑喔 欸? 呵 你們知道嗎 我過不去 有一個隱形牆 而且也沒有東西會傷害我 這邊純粹是 因為是黑色的場景嘛 那這邊就是直接只有聲音跟氣氛而已 呵呵呵呵呵 很會喔 想不到吧 呵呵呵呵呵呵呵 幹 我這次再去那個 小木屋裡面看看 你今天不拿我怎麼打怪啊 溫暖小木屋 GESUS 哇這看起來就有一個秘密地下室耶 可是不能開 呵呵呵 全部都不能動 我來救你啊 開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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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廢棄了 是因為戰爭的關係吧 看來是沒有東西 一定要去拿眼睛啊 純粹讓你知道他們家是什麼情況而已 然後這邊我是選廁所嘛 廁所應該是這個 沒錯 這邊來 啊 啊 死亡並不是生命中最大的損失 最大的損失是 你的內心已死啊 你變成野蠻 嗜血 殘殺 在你眼前的不管是什麼東西 無辜的 或者是 不是無辜的 拿著武器在你的手中吧 試著從你周邊 爬行的 怪物中防衛自己 講三小 泡杯 這上面這一段 要從故事中把那個四個牌 排進去 喔武器啦 欸 欸一次就成功了 這到底是什麼啊 有種你就死下來看看 欸幹 有另外一個 路線欸 是demo欸 怎麼那麼多路線啊 醫院 沒了 前面那誰 我們試著治癒 我們的傷口 什麼意思啊 我們哪有印A啊 上面那個是故事好不好 幹有沒有在看啊 幹嘛的每次都沒什麼印A金 印A金 Bug金 文青金 文學金 沒有啦 demo真的到這邊了 所有的路線 能夠走的我都走過了嘛 等他正式版再出來 的時候 看看啊 好不好 我覺得他做的還不錯欸 但是 這個遊戲中所有的 延遲 比較抽象的方式在形容啊 最大的死亡 不是你真正的死亡 是你內心已死 這種類似文青說明法 這搞不懂 哥玩的不是遊戲 是寂寞 社會真正的冷漠 是視而不見 亂七八糟 兩種結局 一個是復仇 一個是放下 啊隨便啦 已經關掉了好不好 等完整版啦 那他媽一堆屁話